我们来看总统夫人周美琴她连续看了好几场的棒球 从小球迷现在变成大球迷了 而总统昨天就接见经典赛当中的中华代表队 表示呢除了要他们从失败中站起来 也宣布行政院振兴棒球方案 目标就是希望各级国家代表队每次都能够夺金拿银 从台湾的棒球史上 对中文清选的一场比赛来看起 把经典棒球队的国家代表都找来 总统开始说故事 要球员们看看前辈想想自己 那么这次的这个经典赛啊 各位可能对表现呢不满意 回国之后呢外界有很多的评论 可是我是觉得胜败比较常识 我们有挫败给我们机会好好的感情 好好的检讨 我太太已经看了六场 她本来只是个小球迷啊 现在已经快变成大球迷了 就怕被批评支持棒球的行动力 还没有太太周美清一半强 总统赶紧解释 拖到现在才接见 是要等行政院拿出具体政策来 从今年开始啊 从今年开始我们四年内啊 要投入12亿6千万来振兴各级棒球的实力 设计的目标是成棒队在亚洲的世界国际赛之中 每次都能够夺金真赢 希望在世界经典赛中能够进入前四年 总统把体委会主委的工作抢来做 要宣誓振兴棒球决心有多强 那我来喊三声台湾 台湾台湾台湾 各位看家里有家里有家里 好不好 台湾 总统带头鼓舞士气 但不知道这些棒球国手们 习不习惯这一种政治语言 全新款陈奥兵陈奥如朋友的